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人生的八万四千种可能。 最近几年梦想和初心几乎要被用成别义词了,因为很多人对这两个词充满了不屑甚至反感。 然而我却觉得真正拥有这两样东西的人一定是坚信其力量的,否则各大图书榜单上排名靠前的就不会是那些年轻的作家们写的励志书籍了。 人生的八万四千种可能就是一本把梦想和初心诠释的最完美的例子。 人生的八万四千种可能这本书光听书名的话,你肯定认为它是鸡汤,的确它有这样的咸鱼,但是鸡汤也分好坏,毫无营养的鸡汤它只告诉你结论,但是有营养的鸡汤都会向人们展现煲汤的全过程。 人生的八万四千种可能就是这样一本真诚到令你动容而不得不品扎一口的原味鸡汤。 他讲述了一个在大学毕业前夕遭遇重大家庭变故后,靠自己的力量从低谷爬起,不断精进勇敢跨界,在短时间内成为诸多领域佼佼者的青年偶像的故事。 说他励志也好,说他鸡血也罢,总之这是一本让你拿起来钱会犹豫,读完后却庆幸没有错过的诚心之作。 这本书有关于对梦想的坚持,也有关于对迷茫的抗争,还有对于成功和幸福的最佳诠释。 本书作者爱丽是一个典型的鞋抗青年,身上有很多标签,如新东方集团讲师、培训师、英语教学专家、公众演讲培训师。 他在履历丰富而精彩,奇葩说最值辨手、超级演说家人气选手、34枚金笔时间管理法的创始人。 他录制的酷爱英语节目播放量超过5000万人次。 他的上一本也是第一本书,是《你一年的8760小时》,上市销量超过50万册。 他本人也因此获得第十届中国作家榜金奖、年度新锐作家奖。 而取得这些闪闪发光的成绩,爱丽只用了六年不到的时间。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本书将会为你一一揭晓。 好,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走出低谷,你需要做哪些? 第二个重点是,勇敢跨界,盼选生命更多的可能。 第三个重点是,行万里路,不如明师之路。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走出低谷,你需要做哪些? 2011年6月,爱丽即将大学毕业。 然而,毕业前夕,爱丽的父亲在为乡民安装新路灯时, 被两个20岁出头的醉酒小伙儿骑摩托车撞伤不知身亡。 已经在新东方就职的他放下工作,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便匆匆飞回乌鲁木齐奔丧。 在飞机上,爱丽大哭不止,对父亲突然地离世,她无法接受。 父亲连50岁的生日都还没有过,就这样离开了他们。 父亲是天,是一家人的支柱。 现在,父亲倒下了,这个家天崩地裂,母亲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身体累弱。 妹妹马上面临终考,却不得不在不安中痛苦。 爱丽的情况更令人揪心,大学毕业的她月薪只有几千块钱,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房租占去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在北京只能维持温饱生活。 经历了两次下岗之后,事业无成,恋人离去。 现在,她心中那座可以依靠的大山也倒了,照顾母亲和妹妹,她则无旁贷。 可是,她也才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未经过逝世的残酷磨练。 她不知道该怎么坚强起来,像父亲在逝世那样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空。 有几个瞬间,她觉得人生无望,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是痛苦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此时的她对未来充满恐惧,但是心底又有一个声音告诉她,站起来,却承担男子害应该承担的。 她决定抛开恐惧,勇敢面对生活本身。 她拿出纸笔,写下一件件自己要做的事,包括立刻为母亲看病,帮助妹妹稳定情绪复习,回北京后在公司内部寻求更核心的工作岗位,早起阅读,坚持减肥和健身,录制英语教学视频等等。 她发现,当她写下这些清晰的事件后,恐惧一点点退去,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改变。 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爱丽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她为自己制定了紧乎苛刻的标准。 比如,她坚持过午不时,无论头一天睡得多晚,第二天雷达不动,六点起床。 起床后的时间,她以半个小时为单位周密计划,将时间的价值最大化利用。 虽然她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但是在她看来,对于想要精进自己的每一个人而言,无论身处何种低谷,只要掌握一个秘诀,就能逐渐变成牛人。 那就是,凡事儿比别人多做一点点。 从2012年开始,爱丽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名为《坚持21天早起打卡读英语》的活动。 活动规则是,对坚持了21天的人,爱丽亲自偷腰包送精美礼物一份。 尽管自己的微博粉丝数不少,参加打卡活动的人也多,但是爱丽丝毫不怕承受不起送礼的开支。 因为,她心里明白,能够坚持21天的是极少数,连1%都不到。 爱丽认为,除了坚持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能不能在别人休息时坚持那一笑下,把那额外的一分钟苦吃完。 因为经常被邀去外地开讲座,爱丽接触了非常多的高校学生会的同学。 在一开始,大家都特别热情,很真诚地表达邀请诚意。 也有人能坚持数月发私信,但很少有人会在活动结束后表达谢意并发送现场照片。 对于被邀者来说,能够收藏一些活动照片和音视频资料会非常有意义。 然而,很多邀请者似乎意识不到这一点。 直到有一次,爱丽收到十几张专业级别的摄影图和一个半小时的音频资料。 那一刻,她对邀请自己参加活动的联络人有了超乎所有其他邀请者的好感。 这类事的本质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别人会感受到,并且在以后找适当的机会回馈给你。 这样,你的口碑会越来越好,路会越走越宽。 爱丽说,所谓的死磕不过是比别人多做一点点。 健身时多练几组,持续几个月,增肌效果就会更明显。 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就能多读二十页书。 按一本书二百五十页来算,一年就能读五十本书。 工作时都为合作者着想,就能收获更多的尊敬和信任。 变得厉害的秘诀就在于坚持长期比别人多做一点点。 生活中,我们不可能面对确凿的机会,没人敢打包票。 这件事只要你做了就一定会成功,或者那件事你一定不要去做,因为肯定会失败。 真实的情况往往是急于挑战并存,这时首先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爱丽分享了一个故事,当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告诉大家, 自己准备在四十天内不用家装公司和包工队,独立设计装修房子时, 所有人都劝她说不可能。 然而这位朋友不为所动,她报定目标不放松并逐项地开展计划。 先是搜集很多风格方案,请学设计的朋友纠正自己设计中不科学的地方, 再用一天时间看各种装修经验帖, 把步骤和几百个令人吐血的大坑打印出来, 每天看几遍,在操作过程中尽量规避。 在装修过程中,为了让工人尽心尽力, 她主动加工资给大伙加餐, 人家也把她的房子当成自家房子一样用心对待。 结果不到40天的时间, 她理想中的房子就这么华丽丽地展现在眼前, 之前劝她放弃的人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 还有个朋友只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考上了新一学校的研究生。 开始背靠前,她先确定了抓大放小战略, 即用80%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与巩固20%的重难点。 她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抱着书去看, 而是通过认真做真题,揣摩考点, 列出针对自己的考试题纲去一一击破。 战略上的勤奋使她避免掉入时间不够的陷阱, 从而得以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计划推进复习进度, 集中取得令人惊叹的结果。 没有什么不可能,有问题就去解决问题。 不要在一开始就给自己设限, 错过创造不可能的可能性, 否则的话,人生将会由一连串的平庸构成。 好,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 走出低谷,你需要做哪些。 下面为你说第二个重点, 跳出舒适区,探寻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此有一篇名为你所谓的稳定, 不过是浪费生命的文章,刷遍朋友圈。 此文作者是青年作家李尚龙。 这个90年的小伙子, 打三从军校退学, 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取得北京时第一名, 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 并以此作为进入新东方教书的敲门砖。 此后,他有涉足写作、演讲、导演等多个领域, 成为一名拥有多重身份的斜纲青年, 也成为千万学子的榜样力量。 那篇文章不过是他随手发布在网上的, 却没想到激起那么大的涟漪。 不知从何时开始, 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员早已不是相伯伯了, 如今再也不是铁饭碗之上的师代, 而是能者多劳、劳者多得的师代。 不要妄想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了, 时代正在淘汰那些停止学习, 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吃劳本的人。 即便是已经在一个领域取得不错成绩的人, 也会担心说不定哪一天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就会贬值, 甚至被淘汰。 爱丽就是这样一个有危机感的人。 她说,跨界是一个人最好的机会。 作为一名英语老师, 爱丽最强的能力就是公众演讲, 三十人、三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场地都能演讲。 她觉得自己应该以公众演讲为核心, 语言学习能力和对新鲜事物保持兴趣为半径, 画一个职业罗盘。 这个职业罗盘包含的项目有英语视频教学、 双语主持、演讲节目、辩论、写作和影视剧拍摄。 确定了职业罗盘后, 爱丽将核心能力、公众演讲能力分别迁移到其他几个项目, 逐个突破。 最终,整个罗盘上的项目都涉猎到了, 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迁移的过程中, 爱丽付出了不亚于当初练习公众演讲时的努力。 由此可见, 优秀的人都会舍得对自己下汗手。 每个人都应该画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罗盘, 为将来跨界做准备。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找到自己最牛的一件事, 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之相关的信息上, 不断地刻意练习, 强化这一优势。 通过不断地反馈, 直至做到所在城市的数一数二, 确立了这项技能的核心竞争力之后, 再将其迁移到与之相关的项目。 比如一个人的强项是写作, 那么他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专攻写作, 给各大平台投稿。 在其擅长的写作类型领域内做到小有名气, 然后将写作能力迁移到培训、设计课程等领域, 不断给职业罗盘涂色, 使其丰富而立体。 要知道, 在一个领域内深耕和跨界, 二者之间并无冲突。 一个人可以每天固定四个小时更新学习本专业的知识技能, 在除去吃饭睡觉后, 用两三个小时用来准备跨界内容。 跨界是一个人活得充实而拥有较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前提是, 你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而迁移的领域也与核心竞争力密切相关。 在一线城市工作三五年, 在二线城市工作七八年, 年薪十几万并不太困难。 只要在工作中勤勤恳恳, 不轻易跳槽, 更不轻易换行业就可以做到。 但是要拿到年薪百万, 除了具备以上条件外, 还要考长期规划。 一个不是二代, 没有背景可以赢在起跑线, 通过个人奋斗完成飞跃的人 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 人品证, 学习能力强, 对事业有持久的激情。 所谓人品证就是拥有坦诚与直率的价值观, 不会为了一点赢头小利偷钱耍滑, 更不会无视行业操守和违背传统道德。 此外, 他们还拥有高度自律, 绝不只是把工作当成一种谋生手段, 而是当作事业来经营。 他们做事往往超出他人预期, 令人有惊艳的感觉。 总而言之, 他们不断地超越过去的自己, 创造出新的成绩。 最后, 他们拥有博大的胸怀和格局, 他们擅长使用非暴力沟通, 即在面对任何意外时, 不流露出无谓的情绪, 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极限碰上无理取闹的人, 也只管专心做自己的事。 有一句话说, 你的收入是你身边最亲近的六个朋友收入的平均数。 要想从年薪十万跨到年薪百万, 首先就要先靠近那些已经实现年薪百万的人。 靠近并不是说一定要和他们交朋友, 而是把他们的品质习惯等列一个清单, 按照上面的内容要求自己不断精进, 其中也踏入年薪百万的行列。 每天我们身处信息洪流之中, 有限的注意力和时间被分割得七零八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抱怨下班后根本没时间, 也没精力给自己充电的原因。 这种抱怨看起来似乎很合理, 但是仔细想想, 真的是没时间吗? 那为什么刷微信和电视剧有时间呢? 而且, 像现在很多斜港青年都是利用下班后发展副业的, 他们的一天也只有24小时,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时间, 而在于你需要做时间管理。 管理时间之前要拥有健康的时间观。 什么是健康的时间观呢? 在爱丽看来, 就是积极看待过去, 充分下手当下, 以具体目标拥抱未来。 积极看待过去, 避免我们将时间耗费在悔恨纠结等无意义的事上, 充分下手当下是专注于手中的事儿, 不断累积成就事件。 培养专注的方法有创造隔离环境, 从坚持专注10分钟开始, 增加至30分钟或以上, 以具体目标拥抱未来, 让自己每过一天都更接近理想状态。 时间管理的核心三步是, 确定目标, 认真执行, 善于总结。 没有目标, 人就会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 任何风对他而言都是逆风。 执行打折扣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善于总结, 每次都是从零开始, 效率就无从谈起。 学习时间管理从时间记录开始, 这比时间规划还重要。 有研究表明, 一个人每天真正高校工作和学习的时间达到4个小时就很不错了。 所以, 时间管理的关键在于养成一系列的好习惯, 做到每天都高校。 除了记录, 总结也很重要。 关于总结, 书里有个很棒的即日记的方法, 包括感悟, 三件有意义的事, 最傻的事, 最感恩的人和事, 以及每日金句, 既包括每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 也有成长中的思考。 时间管理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心法, 不要让时间表看上去是痛苦的。 比如, 在用Excel表格制定周计划时, 先记录必须参加的活动和休闲娱乐事项, 然后记录工作规划, 最后记录读书、 写作和健身等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 确定了休闲娱乐的时间表将会令人期待。 给时光以质量, 给岁月以成就, 这将会是时间管理最大的好处。 无己方之流光事, 有梦不绝人生汗。 时间管理使人工作和生活更高效, 能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知识管理则帮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成为某个领域的熟手乃至高手, 这是跨界高手的通用技能。 做好知识管理有助于我们利用好碎片化时间和信息。 爱丽举例自己是如何做知识管理的。 以英语教学为例, 她将英语学习分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板块。 她给每个板块建立专门的文件夹, 每学习一个细节上的知识, 她就会把该知识放进其对应的板块。 久而久之, 每个板块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充实和完备。 这个时候, 一个成熟的知识术就建立起来了。 随着时间推移, 知识术需要不断优化, 才能适应变化。 知识管理者要在实践中舍去过时的信息, 增加与时俱进的信息, 来实现知识术的升级, 以更好的应对不确定的挑战。 好,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跳出舒适区, 探寻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下面来为你说最后一个重点, 行万里路, 不如明师指路。 人生的八万四千种可能是爱丽的第二本书, 于敏洪和马东亲自为她作序, 且二人对她的评价都非常高。 于敏洪说她天赋与踏实并存, 马东说她智慧与美貌并存。 这四氧稀缺资源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上帝似乎格外恩处爱丽。 其实不然, 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这与爱丽个人努力分不开, 更与她善于从比自己优秀的人身上学习有关。 于敏洪曾说, 企业家的字典中最重要的就是二和傻两个字。 坚持二, 人家不敢干的你却敢, 坚持傻, 人家觉得没希望的你要干下去。 爱丽牢记这两个字并不断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践行。 2016年4月, 爱丽获年度新锐作家奖, 在颁奖舞台上, 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合伙人张小元的感谢。 她说, 如果没有她, 我没想过自己能坚持协作。 从英语教学跨界到协作并享有成绩, 张小元功不克末。 爱丽回忆在创作上本书一年的8760小时时, 自己多次因为压力大、 疲惫、 拖延原因不能按时较高。 而被张小元催逼着敢写作进度时, 她几乎都想撂挑子不写了, 但最终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在写这本书时, 也同样遇到过俩人几乎要散伙的境况, 但是大概因为俩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做成事的劲儿, 最终还是坚持到了这本书父子出版。 显然这本书也不负厚望, 上市后的销量丝毫不亚于第一本。 如果从于敏洪身上学到的是傻傻地坚持, 那么从马东身上学到的便是不断地求变。 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 但其实二者有本质区别。 坚持认定的事直到成事, 视为坚持, 攻下一座山后另换山头, 视为变。 马东出生在显赫的曲艺世家, 父亲是相声大师马继, 18岁留学澳大利亚, 27岁回国, 做过语言类节目主持人。 后称为央视的当家主持, 还担任过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导演。 2013年, 马东离开央视, 成为爱奇艺的首席内容官, 后来就有了现象级的语言类节目, 奇葩说。 马东的无数次转型, 前每次都跳上一个新高度, 这给爱丽很大的触动。 他觉得, 人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小舞台, 要努力跨界到真正的世界中心。 于是, 他也由最初的英语培训师的身份, 跨界成为演讲主持写作等多的领域的行家。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说的是, 如果生活中有一位可以指导我们的老师, 那将会大大加快我们的成长速度。 与那些遇到问题只知道求助书本的人相比, 直接求教老师的人显得更加适合于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爱丽的故事便说明了这一点。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走出低谷, 你需要做哪些? 身处低谷时, 唯有直面困难, 才能打破恐惧, 找到崛起之路。 在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之前, 需要凡事比别人多做一点点, 考虑周到一点点。 面对不可能, 你要鼓起勇气接受挑战, 战略性地制定计划并执行直至成功。 其次我们讲到了要勇敢跨界, 探寻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跨界前需要以自己的核心能力为中心, 以感兴趣的视为半径, 画一个职业罗盘。 接着将核心能力迁移到罗盘上的其他项目逐个击破, 最终成为跨界高手。 要做到年薪百万, 除了做好时间管理和知识管理外, 更要在品质和行动上接近顶尖人才。 最后我们讲到了行万里路, 不如名师之路。 爱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这与她个人努力分不开, 更与她善于从比自己优秀的人身上学习有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 要能看到更广袤的星辰大海, 需要从比我们更优秀的人身上去学习。 每个人都曾被生活花式吊打, 不同的是, 有人因此而一蹶不振, 向生活乃至命运低头。 而另一些人却擦干眼泪找到方向, 按照计划一步步执行, 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又重新投入下一个挑战。 于是, 成就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他们便成为那些抵达光明之地的人。 感谢观看